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每天为您分享健康养生知识。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我们肝不好,肝火上升,指甲状态就可以明显看出来, 如我们指甲有树纹、黑纹,那么就代表额头旺盛,肝脏有毒素,且伴有口苦、口干、眼睛模糊等的现象。 我们俗话说,养肝就是养命。肝脏有着助长,调节我们身体血糖的作用,肝脏的功能衰退,就会导致身体各种的负责, 受到的身体营养不足,整个人就会衰老乏力。 另外,肝主舒适或疏通我们全身的气脊,气和血共同构成我们生命活动的基础, 所以,保养肝脏也变得相当的重要。 饮食养生是最简单,也是最根本的一种养生方法。 我们只要通过摄取食物中的营养物质, 我们的身体才可以更加的健康, 才可以有助于促进身体各个器官的系统正常运转。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养肝护肝的好方法, 帮助身体肝脏排清毒素, 让你的肝血十分充足,身体健康。 首先我们来准备5G的玫瑰花, 玫瑰花是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食物。 玫瑰花被誉为是皇后的美誉, 不仅是爱情的象征, 还是一味气和血的中药。 它性温立肝,具有理气解育的功效, 可以温养肝血脉, 抒发体内的郁气, 有镇静安抚,抗抑郁的作用, 女性平时用它泡水喝好处很多, 尤其是月经期间, 情绪不佳,脸色暗淡, 甚至痛经都可得到一定的缓解。 平时心情郁闷压抑时, 也不妨喝一点玫瑰花茶, 可以有效疏肝解压, 平复情绪, 还可以改善我们睡眠, 活血散淤, 疏肝去火。 肝火旺, 肝气欲结, 不畅会出现烦躁易怒, 眼睛红翅, 尿黄, 便秘, 口干, 头晕等症状。 我们可适量喝一点玫瑰花茶, 美容养颜。 玫瑰花还具有理气养血的功效, 气血好, 肌肤神色自然会变好。 平时婴儿脸色不好, 或是脸上会长斑的时候, 月经不调, 这些和气血不畅都有非常大的关系。 接下来, 我们再来准备五克的菊花。 菊花卫心, 肝, 苦, 龟肺, 肝精。 中医认为, 菊花具有疏风散热, 清肝明目的功效。 可以有效缓解风热感冒引起的咳嗽, 喉咙肿痛, 黄痰, 口干舌燥等等症状。 菊花味肝精, 可以有效滋补干燥, 平肝阳, 清肝热, 清肝以明目。 对一些用眼过度, 眼睛疲劳模糊的朋友来说, 我们平时泡一杯菊花茶也是很好的。 菊花中含有的黄酮类成分, 可有效降低身体血液中的胆固醇, 降低身体血脂, 扩张冠状动脉。 菊花还可增加毛细血管的抵抗力, 对于一些关心病, 动脉润滑, 高血压等的心血管疾病有一定非常的帮助。 菊花中的黄酮类物质还具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 可以清除身体中的自由基, 延缓衰老。 饮用菊花茶还可缓解青春痘的问题。 菊花中的黄酮类化合物可有效促进肝脏的解毒功能, 减轻身体肝脏的负担, 对于肝炎有一定的辅助疗效, 凭肝活。 最好是选择航白菊或是胎菊。 接下来, 我们再来准备五颗的金银花, 在《本草经书》中提到, 金银花之所以溢血, 寒所以凉血, 甘寒相会, 故夏气而溢气, 能煮因须寒热以及因内热出汗处, 多个部位都可入药。 其中, 金银花能有效入肝精。 胃肝, 性偏寒凉, 可有效起到滋补肝阴的作用。 肝阴不足, 肝活旺可用金银花来进行滋养。 金银花对人体的肝脏器官有着非常好的帮助作用, 不仅可让你可以排除体内积累的垃圾, 还具有疏散风热, 清肺润燥, 平易肝阳, 清肝明目, 凉血止血的功效。 我们都知道, 人参是补皮, 但它由于它的温热药性, 是一种热补的中药。 而金银花是清补的中药, 也就是说, 它一边可补身体, 一边又可对降火。 现代的医学研究也发现, 金银花当中含有大量丰富的抗氧化物质, 如多酚类和黄酮类化合物。 这些物质能有效清除体内的自由基, 减轻身体肝脏的氧化印记, 从而保护肝脏的细胞免受损伤。 《本草纲目》里也有记载, 用对了金银花, 不仅可对肝肺有好处, 还能够养眼睛, 转白发为黑。 接着, 我们再来准备五克的枸杞。 枸杞性味肝脾, 中医认为它可以滋补身体肝肾, 一经凝目和养血, 增强人们的免疫力。 枸杞中含有大量丰富的枸杞多糖, 贝塔, 胡萝卜素, 维生素液以及黄酮类的抗氧化物质。 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功效, 枸杞可有效对抗自由基过氧化, 减少身体自由基过氧化损伤。 从而有助于延缓身体衰老, 延长身体寿命。 对我们现代人来说, 枸杞最实用的功效就是身体抗疲劳和降低身体血压。 此外,枸杞还可以饱肝, 降血糖, 软化身体血管, 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 肝油三脂水平。 对身体脂肪肝和糖尿病患者有一定的疗效。 枸杞当中还含有大量丰富的甜菜碱, 能有效地促进身体脂肪代谢, 有效达到减肥瘦身的效果。 而且,枸杞里大量的多糖能对身体受损的肝细胞进行修复, 同时避免身体毒素在身体肝脏部位来聚集。 我们使用枸杞能有效提升肝脏的耐受性, 除排毒外, 还能有效提升身体肝脏抵抗毒素的能力, 具有非常好的保护肝脏的功效。 经医学临床的实验证明, 枸杞还可治疗慢性的肾衰竭。 现在, 我们将所有的食材放入清水中, 然后把它们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 控水捞出, 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 我们准备一个养生壶, 把刚才清洗干净的食材全倒入养生壶中。 再加入1000毫升的清水, 水的量我们一定要一次加足, 中途不要再加水, 不然会影响口感和功效, 然后我们按煮茶煎煮10分钟。 我们应主动采用抗毒或是排毒的食物 来增强自己对毒物的耐受力和保护措施。 本质上来说是增加身体肝脏的抗毒, 抵抗外界毒素的能力。 玫瑰花、菊花、金银花、枸杞茶主要是有滋补肝肾、 清肝明目、 疏肝活血的作用, 对身体肝肾阴虚。 血不痒肝、肝气疏泻太过所导致的烦躁易怒、 胸隔满闷、 两次血滤部胀满疼痛等的症状的调理。 尤其适用于我们体质虚弱的 因虚人群的异常保健的使用, 对一些经常的饮酒或是熬夜的人群的调理 有着养阴柔肝、解毒的作用, 对酒精性的肝损伤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这道茶不仅可清热解毒, 还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身体血压。 玫瑰菊花桑叶枸杞茶可有效改善睡眠的质量, 这个茶中的枸杞含有大量丰富的维生素B, 能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正常运转, 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和缓解失眠的症状, 还能有效清肝明目, 帮助净化肝脏, 清除身体毒素, 同时还能有效增强眼睛视力。 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好, 喜欢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试一试。 好了, 朋友们、 家人们, 今天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健健康康, 平安幸福,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